丘黎宽行走江湖40年,传闻黑白通吃,他要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,他要饱的人,谁也惹不起。 游记的2002年,谢霆锋在王妃和张伯芝之间摇摆不定,曾传出因张伯芝介入,导致王妃对谢霆锋的感情产生怀疑,王妃甚至还轻生。 在护短这件事上,丘黎宽认第二,圈内没人敢认第一,每次他出现在公众视线里,一看就是人群中最不好惹的仔,黑矿眼镜配短发,身穿一身黑衣,脚踩凉拖巴唧巴唧,头比刘欢大,眼神如炬,提起丘黎宽,总是说他娱乐圈第一女流氓人见人怕黑社会,讲真,你觉得这个圈子就是一个靠斗狠就能立足的地方吗? 没那么简单吧,娱乐圈里有一些人,是传闻中王不见王,后不败后,比如因为周杰伦颇有些尴尬的蔡依林和侯佩岑,可你如果看过这张照片,诱了解背后的故事,或许你会对丘黎宽有个全新的认识,那应在北京酒局逼林志玲喝酒的故事,想必各位八卦爱好者都有所耳闻,那么,你知道那应林志玲酒局事件的前因后果始末吗? 来来来,今天告诉你们一个不一样的丘黎宽,女人混江湖,不仅仅是狠,丘黎宽爱美人帅哥,皆因她也曾是个美女,丘黎宽家五个小孩,她是唯一的女儿,家里穷,吃不饱饭,她以前瘦得像根竹竿, 18岁因为声音不错入行,专门给歌手做代唱,后来,嗓子唱坏了,她就混迹于各大片场打杂,助理,林志什么活都干,人称扫把宽,那时秋黎宽的气质很知行,一头利落短发,五官端正,收拾收拾进娱乐圈也不是不行,可是,她的才华不在这方面, 台湾方言有个字,浅,这个字的意思是协调沟通,用法例如这件事需要瞧一下,这两个人瞧不拢,丘黎宽很会瞧事情,她工作后不久,便得知恩师留美军生患肝癌,治疗费用需要40万,那时丘黎宽是个小厂计,每个月8000块固定工资,家里还要她帮忙养家,可她就是依然决然把恩师的事情扛上身,我去瞧, 她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到了40万,送到刘美军手上,可是刘美军还是去世了,丘黎宽背负巨额债务,却毫不后悔,人美心善眉的潮,她的能力和一起让无数人暗中佩服并且刮目相看,其中就有朱颜平,当时朱颜平高低也是台湾知名导演,她嘴上调侃丘黎宽花大价钱搞个灵际工作,事实上却把丘黎宽当心富用, 朱颜平带丘黎宽从基层剧物场计做起,电影中女演员不想拍跳楼戏,导演我害怕,朱颜平就喊,扫把宽,上,女演员怕晒不想配合拉北,也是丘黎宽来顶, 只要女演员一开口,朱颜平就喊,扫把宽,家贫人见,丘黎宽也没得选,人被逼到绝处的次数多了,气质里自然而然就带上了煞气,八十年代黑帮横行,有的女演员是黑社会送来拍戏的, 也有的女演员被黑社会看上要带走,有一次,黑帮又来了,还带着枪,丘黎宽跟朱颜平说,导演,我们勇敢一点,报警,朱颜平紧张地直摸脸,扫把宽你不要开玩笑啊, 丘黎宽压低声线,导演,那个枪也是九十五,搞不好是水枪哀,朱颜平都快吓哭了,阿宽,你不要开玩笑,我是独生子啊,丘黎宽嘴一撇,且,我也是独生女啊,丘黎宽直接走过去说,看什么看了,有本事直接把我干掉啊, 领头的愣了一下,没见过这种阵势,他小弟虚张声势喊了两声,丘黎宽光脚不怕穿鞋,几个回合后,黑社会骂道,疯女人,吓不住,平胆大心系不怕死伤位的,之后,每次黑社会来,朱颜平就去上厕所,都是丘黎宽去调解,一来二去的,人就混熟了,彼此尽对方是条汉子,丘黎宽黑白通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, 其实,丘黎宽女汉子外表下,有一颗文艺女的心,王妃有几首筷制人口的名曲,醒不来有时爱情图有虚名,纳英的哭过以后争分夺秒这些歌词都出自丘黎宽笔下,丘黎宽的文艺,在经纪人生涯里大有用途,1999年,王妃和豆威英为高原插足离婚,纳英丽婷好姐妹,直接骂高原怜机都不如,高原气得要告纳英, 这是又要丘黎宽出来摆平,她可没有动用黑道力量,只见丘黎宽对媒体说,机就有两种解释,一是名词,一是动物,我的宗教信仰让我知道,它是非常崇高的生灵,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满足人类的口语,另一种是形容词,让人类来形容某种职业, 我亦认为任何人,任何职业只要是凭劳力赚钱,都应该受某种程度上的尊重,我想想自己,没有前者崇高,亦没有后者的勇气,有时自己还真是机都不如,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讲,没有任何感觉,这话既有道理又有哲理,一时间还真无法反驳, 2013年,邱黎宽第一次当导演,拍了一部很江湖的《大伟卢满》,朱歌亮,郭彩杰,杨又宁主演,朱延平监制,这部讲述乡下摄影师变身城中黑老大的喜剧片创下,最短时间破3亿台币票房的台湾本土电影的记录,但也有不少评论说电影低俗,充满流氓气,邱黎宽也没有和大家对骂,他写了一篇长文,名为 大伟卢满做错了什么,文章中写道,任何太早,太快的结论都是危险的,票房,艺术,技术甚至管理能力的公式之外,我个人觉得,关键更在于胆识与眼光,无胆则畏畏缩缩,无实则不知取舍,没有眼光则只能用现成的标准去看事情,低不低,俗不俗,单看我们是要高高在上,还是蹲下或弯腰谦卑地看生命真实的样子, 说来说去,除了外形,邱黎宽办事风格还真的并不黑社会,再说说他最著名的永旧林志玲事件,很多年轻人们认识邱黎宽是从首思陈冠希事件,2016年,陈冠希在微博晒出林志玲照片并发文辱骂其为笔致,闻起来像妥使是娱乐圈的交易骗子, 围观网友看得一头雾水,后来才弄懂疑似秦淑培怀疑林志玲抢了自己的资源,而林志玲很委屈地表示并没有,两边你来我往,陈冠希发生户老婆,秦淑培甚至要求林志玲自证清白, 节目组出面道歉陈冠希还是不依不饶,这谁,邱黎宽下场了,正什么正,他说,我从不与人结怨,但对陈冠希来台湾一次打一次,凶狠的陈冠希,软了,他说,宽姐,你支持你的朋友,你对,我也是支持我的朋友啊,好家伙,气焰一下就弱了,这已经是邱黎宽第三次救林志玲于水火, 当年林志玲去拉斯维加斯参加活动,结果被黑帮抢迫参加酒局,他当场拒绝并试图离开,这谁,林志玲才发现事情不妙,对方要限制他的行动,林志玲马上打电话,给邱黎宽求助,邱黎宽找了人在当地的向太陈兰,是向太出面和对方激烈谈判,最终把林志玲救了出来, 著名的那英逼林志玲喝酒事件,也有一个更全方位的版本,当时,邱黎宽也是在场的,林志玲主动端着杯子去找那英敬酒,那英抬起来就干了,结果来敬酒的林志玲却不喝,那英急了,林志玲一喝,身上马上红了,那英也发觉不对劲,赶紧表示不用喝了, 这本来只是个小故事,谁知后台被传承那英的罪状之一,邱黎宽又安排林志玲和那英一起吃了一顿饭,特意放出照片告诉公众,那英林志玲关系很好,别猜了,那英的确是个脾气火爆的人,他对邱黎宽服服帖帖也是有原因的, 当年那英和老东家服帖唱片闹矛盾差点被血藏,王妃拜托邱黎宽帮忙,当时邱黎宽和那英完全不熟,是他一手担保权力谈判把那英迁到了自己旗下,1998年,那英和王妃在春晚的相约98,也是邱黎宽的运作,这一首歌,保住二人天后江湖地位数十年,后来,邱黎宽回忆,让他跳楼的时候,他也会怕高, 让他面对黑社会的时候,他也会想不要杀我,娱乐圈第一女流氓,也是逼出来的啊,背景,没有家事没有背景也没有男人,能依靠的只有自己,只有脑子,胆量和义气,现在,王妃半饮退已经很多年,邱黎宽除了抚养晨宝莲儿子外,经常去养老院做一工,王妃卸停丰复合时,网络上议论纷纷,他力挺王妃, 邓静童出道,所有在台湾的活动都是他对接,他现场坐镇,当年陈宝莲从十八楼一跃而下,留下墙堡里的婴儿嗷嗷待哺,圈内多少人放话要养,曾志伟说帮小孩筹募教育基金,没有下文,陈宝莲妈妈询问过抚养权,却对孩子不闻不问,陈宝莲干爹黄任中,自己都被捕入狱, 自身难保,又是和陈宝莲交情不深的邱黎宽主动来收养了孩子,明明就是人美心善的文艺女,偏偏被说成女流氓,形容邱黎宽更准确的用词是峡谷人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